你的手 如青山一样守护我 陪我走过银盘又不尽几路 谈完小孩 迷茫不知归途 用你牵引我方向 你的爱像大海一样包容我 伴我渡过 千朗万重破 爱恋小孩 浮沉不知归途 用你牵引我方向 莲花绽放在花里 如来如去 妈妈的手啊 泪进风上 血泪化成流离宝宝 温柔聚光 爱相随 此心无悔守护我 莲花绽放在花里 如来如去 妈妈的心啊 无为无惧 被心化成大遗忘 血病手要把病苦 描述人已无缘由 我们公司推出的这个车款呢 虽然只有1600cc 小姐行 你看他这边 侧门呢 都有两条防坐钢点 不只前门 后门也是一样 对 那他前面的地方 这边有双安身起来 对不起 我接个电话马上回来 那你看 他这前面还有一个定位打航系统 孙俊涵 是慈禁医院 他会帮你指导飞染 对对 我是李福君的先生 他现在对那个是这个 他是个流润排达 我 啊 怎么会这样 好 我立刻赶过去 他现在就会给您答的 啊 对 他现在就很依存 他现在就不得了 你 coś有东西 他现在就不得了 他现在就不得了 他现在就会被你帮 comfort 他现在就不得了 喂 你好 我是学生家长 请问一年假班的王老师现在方便讲电话吗 谢谢 老师你好 我是静雯的爸爸 是 因为我太太现在在医院里面有点状况 所以我必须要赶去接静雯 我们要去花莲 对 是 真的不好意思 谢谢你老师 静雯 你看 爸爸来接你了 老师 老师你好 真不好意思 这样突然来接吻文 你太太好吧 我也不知道 就医院打电话来说 她失去记忆我现在也很紧张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好 那你赶快去吧 谢谢老师 我们早就跟老师说再见 我会的 我会的 好 再见 老师再见 再见 来 我们上车 老师再见 不要开太快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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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ğim啊 拜拜 夫君 你知道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医院哦 夫君 妈妈 夫君 我们来了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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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屁股 咬屁股 我要咬你的屁股 夫君 夫君 我是誰 夫君 你聽到沒有夫君啊 夫君 你不要嚇我好不好 你清醒一點吧夫君 夫君 媽媽 夫君 呂夫君 我是你先生啊夫君 媽媽 我是你先生 這是什麼一回事 這是什麼一回事 為什麼會這樣子 一定是哪裡弄錯了 一定是哪裡弄錯的對不對淑慧 對不起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所以我只要你們趕快來啊 孫先生 一定是哪裡弄錯的是不是吃作樣 而且能刺激到他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孫先生 你先不要緊張 我們一起給他出現 還給他做電腦斷層 等一下李醫師就會去看齊果了 孫先生 你先不要那麼緊張 冷靜下來 媽媽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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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哈利亞夫君 你怎麼會不記得我呢夫君啊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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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李醫師他沒有說會這樣子啊 為什麼 孫先生 你先不要那麼緊張 現在 我也很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先不要急 李醫師他也已經去找其他的醫師討論了 為什麼 我要我的夫君回來 我要我的夫君回來 一定可以的孫先生 我們會想辦法的 請進 請進 李醫師 大家都在喝咖啡 隨便幫你泡一杯 謝謝 謝謝 李醫師啊 嗯 檢查出來都沒有問題嗎 嗯 電腦斷層都很正常 化療也很順利 癌細胞也沒有復發 大家都想不透啊 到底是哪裡錯了 會不會是 李醫師 你在說什麼啊 會不會是他心理上還是精神上的問題 或許這個就是我們一直忽略的部分 我一直以為夫君很堅強 對於治療很積極 所以我就沒有多去關心他的心情 或許 或許 他並不是像我們想像的這樣 你這麼說 好像也有可能耶 因為有好幾次 我看到都好落寞的樣子喔 嗯 尤其是在他治療這段期間 家人來來去去的 都沒有辦法在他身邊好好的陪伴他 再堅強的人 也有脆弱的時候吧 一定是這樣子 我太粗心了啦 那 那李醫師 現在 現在該怎麼辦呢 這樣吧 我們邀請安寧小組的人 一起來照顧他 或許 他們可以在心靈上 給他多一點陪伴 好 那我現在去聯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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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媽媽 是不是不要我了 不要亂講 媽媽最愛妳的 怎麼可能會不要妳 可是我一直叫她 她都不理我 她都不知道我是文文 媽媽媽 媽媽可能只是生病而已啊 你們不要難過 媽媽只是生病而已 爸爸 你也不要難過 爸爸不難過 爸爸不難過 浮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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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浮君 你記得我嗎 我是阿尼啊 她是我們的寶貝文文 你記得嗎 媽媽 你記得嗎 你想起來了對不對 浮君 你想起來了對不對 你是浮君啊 我是俊皇 她是文文 你記得嗎 你 你 救救我 阿尼 你救救我 我不要死 不要讓我死 浮君 浮君 你不要怕 你不會死 我會在這裡保護你 你不會死 你不會死 你不要怕 你救我 你救我回家 我不要死 你不要怕 阿尼 你救我 我想要回家 我不要死 我不會讓你死的 夫君 我好痛苦 你們不要丟下我一個人 我不要一個人 我不會 夫君 你不用擔心 沒有人會丟下你 你看我跟文文都在這裡 我會保護你 浮君 你不要哭 我在這裡 我會保護你 我們都會保護你 你不要哭 阿尼 我要回家 我想要回家 我要回家 等我回家 你要回家 好 夫君 你等我 我去找醫生 醫生說我可以回家 我們就回家好不好 我會回家 保護媽媽 媽媽 你不要怕 到這裡等我 媽媽 我不要回家 謝謝你 天賴 天賴 你幫我找李醫師好不好 我太太想要回家 你回去嗎 對 她剛醒來了 她說她想要回家 拜託你讓她回家好不好 拜託你 孫先生 你冷靜一點 先不要緊張 就算要出院 也要等到明天辦手續 不然我先幫你聯絡李醫師 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餵 我是李啟臣 出院 好 好 我知道了 你這樣先不要緊張 等我一下 嗯 我要先趕去手術室 晚一點我再去看夫君 嗯 如果有任何新的狀況 要馬上讓我知道 好的 好 再見 謝謝 讓她回家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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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晚餐 爸爸已經跟醫生說好了 明天我們就可以帶媽媽回家 那媽媽說明好了都不得 妈妈 你看先生以为 我会在这里陪你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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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好像又不认识我们了 不会啦 妈妈一定记得我们 她只是太累了 我们让她休息一下好不好 妈妈 我们明天要带你回家 如果你很累的话就先睡一下 睡宝了就不会很累了 爸爸你看 我跟妈妈讲话 她听得懂 对啊 所以让妈妈睡一下 我们不要吵她好不好 好 十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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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好嗎 你今天還有其他的事嗎 你今天看起來很沉重喔 真的嗎 可能是我心裡還惦記著一位病人 他今天有點狀況 我到現在還找不出原因 好啦 沒有事了 我們繼續 二十五 孫先生 李醫師 我正好要過去看你 李醫師 我太太她 我很抱歉 我知道你現在心裡面一定覺得很難受 坦白說 我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我真的很抱歉 李醫師 我現在只想知道 我太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真的很難給你答案 這樣的個案我也是第一次遇見 我已經幫她安排了很多檢查 但是結果都很正常 可是她剛剛有醒來 還認出我來 還叫我帶她回家 我知道 剛剛護士有打電話給我 這樣吧 孫先生 我現在需要你幫我 讓我多了解扶君好不好 了解扶君 對 所以扶君的堅強 很多時候都是裝出來的 其實也不是裝出來的啦 她只是比較獨立 又很敏感 又不希望太麻煩別人 所以當她遇到困難的時候 就比較會隱藏自己的感覺 她其實很善良 她有跟你談過 面對這個病的感覺嗎 我希望知道這些 是因為想要幫助她 所以如果你不介意 我希望你可以跟我分享 說了也不怕李醫生你笑 也許你不能想像 我跟夫君差點想自殺 自殺 在住院之後嗎 其實我們面對癌症 心裡面很害怕 我跟夫君本來打算 帶著我們一起去死 我就開著車 準備要衝禮於他 孫恩 大媽媽媽對不起你 不要 不要 可是我們實在捨不得小孩 那不然 我真的也沒有機會在這邊 跟李醫生你講話了 我不懂 佛君治療得不錯 為什麼你們會想死 這個病 血癌 或許很單純 可是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卻一點也不單純 我們的生活 整個亂了 充滿了恐懼 怕力 連小孩都受到了影響 夫君又是一個 對自己追求完美的人 所以他才會這麼痛苦 很抱歉 我很抱歉 忽略了這些 讓你們白白受苦 李醫師 你千萬不要這麼說 這本來就是我們應該要承擔的 你對我們那麼好 我們又那麼信任你 這不能怪你 不過我懷疑 夫君這一次的狀況 應該是心理壓力引起的 心理壓力 我看夫君還這麼年輕 我很想要救他 所以一聽到他說要積極治療 配合度又高 我就真的把全副的心力 放在如何化療 如何擬定治療計畫上 其實 人都是脆弱的 尤其是面對生死這個考驗 大概沒有人 可以輕易過關吧 李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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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這麼想 這不是你的錯 我是他的先生 可是 我卻一直沒有讓他抒發自己心情的機會 我只是一直要他樂觀 要他積極 要他配合醫生 或許他有很多的心情是應該要抒發的 可是我卻一直要他堅強 這一切反映出來的 也許真正害怕的人 是我 我像他一樣的害怕 我們都有自己的功課要補考 都要加油 是 對 對了 李醫師 我想先帶福君回家 福君 他剛剛說了一些話 我想 這是他心裡真正想說的話 他想要回家 也好 本來我還有些有緣 不過現在我覺得 還是讓他先回家一陣子好了 真的 李醫師你也答應了 那太好了 糟了 我忘了先把便當拿回去給文文吃了 那你趕快回去吧 文文的肚子應該已經餓得咕嚕咕嚕叫了 對 謝謝李醫師 謝謝你 謝謝 不會 那我先走了 好 再見 再見 我先走了 Honey 你們怎麼會在這裡啊 你們什麼時候來的 今天又不是周末 夫君 你忘了嗎 昨天你 我昨天怎麼了 沒事沒事 你真的不記得昨天發生什麼事情嗎 你 你這樣說我怎麼知道你在說什麼嗎 我 我也不知道怎麼樣說給你聽耶 反正 沒事啊 沒事就好一切都過去了 我昨天怎麼了 我怎麼都想不起來 我怎麼都想不起來 Honey 不管你昨天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記得沒有關係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讓你知道 我已經跟李醫師談過了 他說你化療的結果很不錯 可以回家休息一陣子 等你覺得OK了再回來醫院 可以回家了 真的嗎 這種事我是絕對不會騙你的 那等一下我要趕快收拾行李 越快越好 我等不及要回家了 只要你想回家 我就帶你回家 我就知道我讓Honey最了解我了 Honey 你幹什麼啊 我要先來收拾廁所裡的東西 你不要急嘛 我不會反悔的 不知道福君對昨天的事情還記得多少 如果我們都可以選擇忘記 你 或許也是一件好事 文文 起床囉 好 我帶他媽回家趕快起床快點 起床了 來 我想佛君現在的心情應該很好了吧 我想也是 其實我自己 也曾經經歷過癌症家屬的心情 也照顧過自己的父親 但是自己啊 有時候還是會很難去理解癌症病人的心理 我只是想著啊 要趕快把他的病治好 這也難免的啊 每個人本來就不一樣 生活背景和家庭包袱也都不相同嘛 欸 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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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李醫師 嗨蘇蕙 哇 你們 動作好快喔 福君他一聽到要回家就好像病就好了一樣耶 林醫師 謝謝你們對我的照顧 我一定給你們惹了很多麻煩 怎麼會呢 你是一個配合度很好的病人 不過這一次讓你回家 是讓你休息一下 不是中斷治療 稍微調適一下心情 過一兩個禮拜之後 還是要回來報到 免得療程中斷太久 我知道 我如果就這樣放棄 那可能會更糟 李醫師 你放心 我一定會準時回來的 好 那我就等你回來 福君啊 其實面對癌症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不要太逞強 如果有任何不舒服 不管是身體上還是心理上 你都要讓我們知道 誠實的說出來 或許 我們沒有辦法跟你解決的方法 但是我們都會陪你一起想辦法 好嗎 經過了這些考驗 我想我跟福君 已經學會要怎麼樣輕鬆去面對 面對這些考驗 不管結果是如何 至少 我們可以坦誠一對 你們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下回我也可以跟你們分享我的故事 真的嗎 對啊 其實第一次見到李醫師 我們就有一種很親切的感覺 好像 好像是我們認識過的朋友一樣 好啊 那你們就要把我當成真正的朋友 李醫師 那我們就先回家去 好的 謝謝 謝謝 日文 再見 拜拜 謝謝 拜拜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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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吃光 夫君看起來 好像都不記得昨天發生的事一樣 或許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抽屜 藏著只有自己知道的形式 平常都熟得好好的 但是夫君 卻不小心讓它畫出來 那 李醫師 你們的抽屜裡 也有長才的心事 這是秘密 Honey 把這個清一清 吃完又起功課了 爸 嗯嗯 你們吃飽啊 吃飽了 吃飽了 媽 吃飽沒有 爸 帶媽進去休息吧 好 好 謝謝 爸你們早點休息啊 謝謝啊 謝謝 我們趕快去做功課 吃完了 乖 我來我來 你坐你坐你吃 我來就好了 嗯 以前覺得做家事 好煩喔 現在覺得自己能做真好 我是擔心你太累了 你看人回來又忙都忙些還要打掃 欸不要忘了 你現在是請假中的病人耶 誰叫你們把家裡弄得那麼亂啊 跟個豬窩一樣 對啊 你在家真好耶 要不然啦 免得我問老師道遠我說菜做的不好吃 都沒有媽媽的味道 對不起啊 讓你們辛苦了 不要跟我說對不起 我現在最希望的 就是李醫師可以趕快幫你找到骨髓 幫你配對 把你的病治好我們大家才能夠放心啊 唉 比較可惜的就是我們有兄弟姐妹 爸媽年紀又那麼大了 要不然李醫師說啊 親屬間配到骨髓的機會還是比較大 順其自然吧 聽說骨髓配對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 不知道 我有沒這個好運呢 那我們就每天祈禱啊 爸 相信你這麼善良 老天一定會幫助我們的 爸 你要什麼嗎 爸 我泡杯茶 好過 我去 我到底要不要跟你講 不講 怕你怪我 我講了我也怕 你告訴我 到底要怎麼樣 君君 你說我又該怎麼樣 君君失憶的原因 對我來說還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而這樣的過程 又讓我重新審思到 以病為時的真正意義 很多時候 當大家以為我已經是一位成熟的醫師 而對我來說 其實面對每一位病人 都是一次全新的考驗 當夫君再次回到醫院接受治療時 我感覺他變得開朗了 是什麼力量讓他改變 我想應該還是愛的力量 一份真正敞開包容的愛 對病人 病人家屬和醫護團隊來說 都是最珍貴的禮物 對癌症病患來說 我想他們需要的不只是藥物 還更需要心靈上的陪伴 恩寧小組的加入 也讓我們在照顧癌症病友的過程中 更貼近了癌症病患的心靈世界 是 夫君 夫君 淑慧 我把誰帶來了 鍾儀 淑華 你怎麼把他們帶來了 是啊 怎麼帶來了 我們上次約好要喝下午茶的 我可沒有忘喔 真的嗎 糟糕 我這個做女主人 把這個事情給忘記了 我什麼都沒有準備 走走走 我請你們到樓下 不用了 拜託你太小看我們了 你看我帶來什麼 哇 你們都準備好了 對啊 好豐富喔 你看還有這個 對啊 自己做的呢 真的還把杯子帶來耶 太棒了 坐著來了 哇 全部是手工餅乾 對 都是自己做的呢 來來來 嘗嘗看快一點 好香喔 你們真好 我好感動 我們這群姐姐妹妹 還不賴吧 意思說啊 你發的結果很好 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那我們如果 再不趕快實現諾言的話 我就要說我們黃牛嗎 不會啦 我怎麼說你們黃牛呢 有你嗎 還有金石師姐妹妹我真好 我現在覺得心裡輕鬆多了 其實醫院還有癌症 也沒有這麼可怕吧 是啊 這就是啊 進不轉心就要轉 就好像上人在進私語說的 有很多事情還有環境 我們不能改變 但是啊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心境去看它 當然就會有不同的風景存在啊 所以困難也就不再那麼難了 怎麼了 我們 我們 我們沒說錯什麼吧 沒有啦 我只是覺得 你們說得對 那一天 我在醫院碰到上人 他送我這一串佛珠 他要我把心打開 心裡就不會那麼苦 我 我 我只是覺得 他真的受到我的心裡了 好 沒事的 我們都懂 可是我們今天 可是要來開心的喝下午茶 你不要難過了好不好 你們不是跟我說嗎 叫我不能壓抑 有什麼話就把它講出來啊 對 對 是我們說的 好吧 那我們就等福君把話說完 茶也涼了 我們再喝吧 你幹嘛求我啊 好啦 我沒事啦 我想喝茶了 好 趕快到吧 趕快喝啊 多吃一點喔 謝謝 小心喔 很燙 哇 很香喔 趕快喝喝看 我們走公里應該要多吃喔 真的好香喔 嗯 好香那你把這衣服整個喝完 好不好 哇 好棒喔 感覺好幸福喔 我們來喝吧 夫君在你們的陪伴下 真的開朗了很多 我自己啊 也為他感到很開心 尤其是今天檢查報告出來 他血液中的癌氣泡幾乎都沒有了 每一次啊 我只要看到一個病人重生 我就會覺得 當醫師真好 那是因為你也在用心對待病人啊 你知道嗎 夫君那天跟我說啊 他從來沒想過自己有一天 可以跟醫師當朋友耶 我就跟他說 李醫師的朋友 大概就是病人最多囉 你這麼說好像也對 其實我覺得啊 醫師跟病人 真的是很微妙的緣分 有時候我自己想一想 我也會很珍惜這樣的機會 讓病人在需要我的時候 可以幫助他們 其實對我來說 這份付出啊 卻可以換來更多寶貴的生命經驗 這個啊也是病人教我的 對了 李醫師啊 這個星期六你有沒有空啊 怎麼了 我和綜藝他們約好夫君 要去美輪山散步 如果你可以去的話一定更好玩 美輪山 美輪山 對啊 我們現在可是姐妹會喔 夫君他就快出院了 我們自己也可以身體放鬆一下啊 我真的好羨慕你們喔 可是我這個禮拜六 要上台北開醫學會 恐怕不能陪你們去了 唉 好可惜喔 我們還以為你去了以後 就會有人請客類 原來是這樣啊 好 那另外約一天我已經請客 好 你說的喔 那我再跟夫君說 好 李醫師 怎麼這麼晚才下班 沒有啦 今天開的會比較多 病人也比較多 所以就比較晚了 辛苦了 不會啦 再見 李醫師再見 李醫師 東西忘記拿嗎 不是 我想再去看一下病人 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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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